和碎片就是我站去 这两边每天早中晚打一个炮弹 那没办法 就是他们规定 就是要穿这个 我这些还没有穿过 就放在衣服 就老人就说 我已经有半年没有吃到糖果 我都不知道那个糖果的味道是什么 这个也算是一件喜事 因为在战争区举办这种婚礼 我觉得还是蛮特别的 我画的就是一个夜景 因为你在外面的时候 你还是想着回家 越是故乡迷糊 从基辅到会儿 你就感觉这个氛围就不对 你就发现车上你这插军装的人 越来越多 有一个区 那个区里面全都是 全都是被炸毁的房子 而且到了晚上 呼吸马黑的那种 你就看到人更少 就是你基本上看不到 路上还有行人的那种 它这个市中心铃河非常近 迪念博对面就是河战区 这两边每天早中晚打 打那个炮弹 就是你打过来我打过去那种 赫尔松是乌克兰南部的港口城市 自2022年初俄乌开战以来 就成为了交战双方的必争之地 大批当地居民逃离家园 去往乌克兰西部避难 即便如此 还是有几名志愿者 他们会不时从西部城市利沃夫出发 小心翼翼避开战火 来到赫尔松 与当地的志愿者团体会合 一起将募集来的生活物资 和常用药品 送到赫尔松人手中 我实在没办法 就是他们规定我 必须要穿这个 这个防弹衣才可以 去给他们吃素送饭 所以这个是 就是我第一次 就穿这个衣服 我之前还没有穿过 这个防弹衣 他们是担心我 其实我自己很 很不愿意穿 因为太重了 但是担心穿 说实话就是外国人 他们可能会更担心安全这块 那个地方其实蛮危险的 就是赫尔松的右岸和赫尔松的左岸 就是交界里面 就是河那边 那个河边尽量会有 无人机会巡视 然后看到人 他又不会投入一个炮弹 每当志愿者们 为赫尔松的居民 分发食物和物资的时候 里面总有一副外国面孔 会引起当地人的注意 它叫科义 三十六岁 是一名在乌克兰的中国留学生 我发那个面包的时候 我才发现 然后就是很多人 就太艰难了 可能就没有那个食物 里面人会说 你可不可以多给我一块 但是这个面包没办法 里面人就跟我说 他说你再给一个别人 多给了 后面的人就没有了 但是我当时真的很 就是很难过 我就觉得 就觉得那个是电影里面 应该出现的场景 但是不应该出现在生活当中 科义出生于中国湖北 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 自幼热爱绘画 三十岁时 他决定辞掉工作 去往欧洲继续深造美术 因家境普通 他选择了前往艺术氛围浓厚 但价格相对低廉的乌克兰学习 现在就读于利沃夫美术学院 攻读博士学位 我觉得那时候就送食物给张别人 就是有那个 有点像手抓饭的那种 就是饭加一个面包 然后一般是配饭还配糖 汤就是乌克兰的那个传统的汤 就是类似于那个博士 就是罗颂汤 他们说乌克兰的罗颂汤 煮的土豆和那个肉 其实跟国内还蛮像 就是肉炖土豆那种汤 它里面有时候会放黄豆 然后再加一个甜的那种面包 然后再加一个水果 是这样子 乌克兰赫尔松地区的 志愿者团体 均由当地青年组成 2022年2月24日 俄乌战争打响的第一天 赫尔松就成为了众矢之地 俄乌双方在这里上演了多次战役 从3月2日被俄军占领 到11月12日又被乌军完全收回 再到后来的战后恢复 这些年轻人都没有选择离开 即便随时要面对战火带来的危险 他们依然留在自己的家乡 专门为在战时遇到生活困难的家庭 提供帮助 就老人就说 我已经有半年没有吃到糖果 我都不知道那个糖果的味道是什么 还有人说 我半年多的时间没有吃到这种新鲜面包 我都已经忘了新鲜面包的味道是什么 每一次发会可以照顾到多少人 大概 其实每次发有70个人 2022年2月底 俄乌战争刚刚打响时 在乌中国公民和留学生纷纷撤离乌克兰 或前往邻国避难 或乘坐包机回国 彼时正在利沃夫留学的科医 也已经收拾好了行李 准备离开乌克兰 就是我准备要离开乌克兰的前天晚上 我想说我要去跟我的这个房东 还有房东的爸爸道个别 说我确实是应该要走了 因为这个防空警报一直在想 然后你经常会看到新闻说 这个地方被炸了 那个地方被侵 被侵 被侵炸了 我自己其实也不知道该怎么去 然后房东就跟他妈说我要走了 他爸就逆刻就从那个沙发上站起来 然后就看着我说 那确定要走吗 然后我说我确定要走了 但是非常谢谢你们就是照顾我 他就很郑重地就跟我说 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一定要记得我们在这边是爱你的 然后这个地方是你的家 回到自己的住所 刻意彻夜未免 他回想起两年多来 房东对自己的种种照顾和帮助 他开始犹豫自己刚刚做出的决定 是坚决离开到更安全的地方 还是留下来 我说我受到他们很多的关照和帮助在里面 当他们受到了战争的这种威胁的时候 因为是那么残酷地离开他们 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良心的是一个考则 所以第二天早上很早的时候 房东老板过来就问我说 可以我已经准备好了我要送你去火炸 你怎么走 我说我要留下来 他蛮惊讶的 他看着我说你确定要留下来吗 我说我确定要留下来 因为我之前你们帮助我很多 然后在你们特别需要帮助的时候 我确实应该留下来 跟你们在一起 我经常做一些事情 他说很好的 一定要想清楚 然后一定要注意安全 刻意的房东将自己房屋的地下室清空 改造成战争难民安置点 接收由乌克兰东部逃离至西部城市利沃夫的难民 一开始刻意在安置点帮助做一些杂伙 搬运救援物资 打扫卫生 摆放床垫 为来此投靠的难民安排食俗 他亲身体会着战争带来的恐惧 亲眼看到众多因战争破碎的家庭 马里乌布尔过来的一个光头大哥 四十多岁 看不出年纪 他确实刚来的时候特别凶 就记者太子 我们就给他取过 叫光头大哥 从马里乌布尔过来 然后送他妻子 还有一个儿子 一个女儿送到靠近布兰的边境 然后就返回来 又去报当地 就是利沃夫市的一个 参加军队的一个办公室去报道了 就是因为他是作为一个技术兵 他会开车会修车 当时 现在我是能够非常非常能够理解 他做的这个决定 他就是为了拉起枪 就是为了去保护他的 他的家园 保护他的家人 他没有做错什么 其实在那一瞬间我知道 就是这个国家 对这个民众来说 是有多么的重要 如果说刻意决定留在乌克兰 有些许冲动的因素 那么当他在安置点中 看到一个个具体的人 被战争改变了命运 就是他越来越坚定地留在这里 我这边就有一个朋友 给了我一笔钱 他就说你一笔钱 做一些帮助 就是急需用的一些人 谁需要急需用的人 就给他这个钱 就刚好有一家人过来 他们是从 巴大萨州边的一个城市过来 然后是一个外婆带着女儿 然后还有四个小孩 就一家六个过来的 女儿的丈夫已经过世了 小孩就是他们就带着 然后老人就男的就是出不去 就是女的才可以 然后我就人三百美金 然后他没有见过美金 他就问他女儿说 这是什么 他女儿说 这个是美金 他就反应过来了 然后当时就不会下来 你知道吗 但是我就懵了 我说 我怎么可以这样 因为乌克兰 不会随便做这种事情 就是下规 我当时我就 就心里特别酸 就一下子 我说你不要做这种事情 我觉得这个钱也不是我的 然后能帮你 我觉得你确实需要 我爸爸 妈妈 纳达沙 啊 我 我 纳达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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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的父亲 我曾经 纳达沙 纳达沙 是不是他在当时潜意识里 他把你当成家人 应该会有这种感觉 我觉得应该会有 因为你在这种最无助的时候 如果有人会拿你一把 或者帮你一把 尤其是在这种 暂时这样的环境当中 他们自己可能会有更多的感受 在里面 这个接受了科医 300美金资助的一家人 在公益机构的帮助下 得以暂时去往德国落脚 他们没有忘记科医 会时常给他发一些 在德国生活的照片 介绍自己的近况 我觉得特别难得 就是你在战争当中 还会碰到这样的人 就是大家愿意 有这样的这种真实情感流露 愿意去跟你分享他们的故事 那个女孩子是会讲中文的 她奶奶其实一直在强调说 她的孙女会讲中文 一直对中国很有情怀 也是希望有一天 她也可以去到中国 去更多的去了解中国文化 还可以更多的 认识更多的中国朋友 由于战时政策的原因 乌克兰官方规定 18至60岁的男性 必须留在居住地 来安置点寻求庇护的难民 大都是与丈夫 父亲 暂时分别的妇女和儿童 学习美术专业的科医 决定就在地下室里 为孩子们开办美术课 用绘画来缓解他们 对战争的恐惧 很多母亲就是妈妈 带着小朋友过来 还有奶奶或者外婆 带着小朋友过来 所以她们处在那种 不安全的那种状态当中 你会发现她们 有很多具体在里面 所以绘画课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机会 还有一个时间段 让小朋友可以彼此 直接认识 然后能够让自己 有一个时间 有一个时间可以忘记战争 有一个时间可以跟小朋友 有一些交流 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事情 我好几次我就看到我上完课后 有小朋友他们还留在一起 然后相互的交流 但是稍微大一点 就是十一岁 十二岁左右的小朋友 他们是来自不同的城市 来自不同的地区 有的是干列斯克 鲁丹斯克 马里乌 郭尔 还有哈尔科夫 每个小朋友的学生不一样 我觉得就让他们自己 就图图画画 稍微一点放松一下 我觉得这个挺好的 就没有必要 一定要要求他画特别好 俄乌战争初期 由于学校停课 科艺的学业不得不暂时搁置 这反倒让他可以专注于美术班 他几乎每天开课 小朋友也很喜欢 就连经常性的停电 也不能阻止孩子们的绘画热情 中国春节那段时间 我有教小朋友画 关于中国的新年的吉祥物 然后我也教他们写过一个字 叫做福字 那他们知道这个字怎么念 意味着什么吗 有讲过 其中有一个小孩 两个小孩的妈妈过来问 这个字是什么 有跟她解释过这个意思 就是他们写出那个字 然后画出那张画的时候 其实有给我很多的 鼓励在里面 就是你会感受到他们的那种爱 我觉得这个是我能够体会到的 这个字幕卡也订了 你会想知道 这个字幕卡也订了 那么多好 你会想知道 他们要做好 这些牌子 請客人 這段視頻記錄的是 2023年5月20日 在烏克蘭赫爾松舉行的一場婚禮 彼時的赫爾松 雖然早已被烏軍收服 但還是會不時遭到 俄軍遠程炮火的侵擾 所以婚禮並不盛大 但辦得簡單 溫馨 這個也算是一件喜事 因為在戰爭區舉辦這種婚禮 正常情況下 辦囊和辦囊其實還是需要好幾個的 但是只是之前一個 一個辦囊 一個辦囊 整個程序還是比較簡單一些 我覺得還是蠻特別 就是在戰爭的那個時間裡 這對新婚夫婦都是赫爾松當地人 也是為赫爾松站區的居民 提供義務服務的志願者 雖然並不處在一個 適合辦婚禮的時機 他們還是決定完成這件人生大事 新郎就是哭得一塌糊塗 新娘進到教堂 然後走向她的時候 那時候她就開始情緒很激動 然後大家也看得也覺得很不容易 因為確實就是經歷了戰爭一年多 大家還能夠堅守在這樣一個 特別艱難的一個地方 還能夠留下來做一些事情 我覺得特別不容易 這段視頻的拍攝者正是刻意 他和這對新人 在幫助赫爾松平民的過程中相識 作為朋友和搭檔 見證了這場戰區婚禮 他們也是志願者 就一直堅持在這樣的環境當中 在那個環境當中 你會有很多的感觸 尤其是在那個點 你可能會想到過廣多的一些事情 還有一些辛酸的一些經歷 然後你所堅持的一些東西 我自己也是感觸比較多的人 在那個環境當中 在那一瞬間可能她明白 就所有的一切都是值得 我在烏克蘭的利沃夫 2022年10月起 隨著戰事越來越聚集 在烏克蘭的東部 西部城市利沃夫 逐漸恢復了瓶頸 耐民大幅減少 因為安置點內 有大量的救濟物資閒置了下來 這讓柯毅和其他志願者們 將視線轉向了烏克蘭東部的 一些戰區城市 當時恰逢烏軍 重新收復了赫爾松的部分土地 相對安全 柯毅聯繫到了赫爾松的志願者 想要將這些閒置物資 轉移至赫爾松 分發給更需要的人們 昨天下午就是赫爾松市 然後我送食物的時候 我又聽到市中心炸了 有23個人受傷 有時候炮彈響了嗎 我會說一下是怎麼了 旁邊的人說 你不用擔心 這個正常 我就會安慰 我安慰我 所以他們已經習慣了 讓人吃物 除了在街頭分發食物 還有一些行動不便的老年人 需要刻意和志願者們 提著食物袋 步行分發入戶 一桌的食物 就比如說一瓶食用油 牛奶 通心粉 或者說他們自己 這邊有蕎麥 還有鹽或者說黃油 就這樣的東西 差不多有11樣 或者12樣放進去 有時候可能小孩兒爸 需要尿不濕 老人的話還是老人家 尿不濕 尿不濕 這是一個村子 像一個小村子 它是你這個 也在赫爾松的這個市里面 雞貓 這邊的貓 一點都不認識 你看 這邊的貓 一點都不認識 這貓感覺好像怎麼吃 就跟著人們一直走 拿了一個香腸給她 真的是餓到了 沒人餵 我覺得尼拉她們做得非常好 就是 到目前為止 我們已經給1800個人發 1850個人發 還給他們準備過聖誕禮物 就是去年的時候 給70個小朋友 準備過聖誕禮物 自爾烏開戰以來 烏克蘭官方取消了 所有的節日慶祝活動 身處戰區的居民 長期處在壓抑的情緒中 2023年6月1日 柯毅和烏克蘭志願者們 經過精心籌備 在一處隱秘的房屋內 為赫爾松的孩子們 舉辦了一場兒童節的連環 我自己因為比較忙 然後我沒有考慮特別多 然後微信群裡面的朋友 他們就說 要給赫爾松的小朋友 準備一下禮物 所以後面大家就是 有這樣一個計劃 後面尼拉就邀請了 其他的志願者去幫忙 就跟他們的小朋友 一起過這樣的一個節日 其實挺難得的 就是像這個 集中在一塊兒 讓小朋友在一塊兒玩的 這種機會其實是蠻少的 在這種戰爭區的話 特別少 讓小朋友就彻底地放鬆一下 確實挺好的 就是跟小孩們有 跟家長們的苦衷 尼拉就說 就是家長他們非常感謝 給他們有這樣一個機會 然後讓小朋友一起聚在一塊兒 尼拉也是荷爾松當地的志願者 他了解荷爾松 常常為柯毅這樣的外來志願者 指引工作方向 帶他們去到很多 深受戰爭影響的家庭 從無口之家變成娘口之家 就他爸爸打仗的時候就去了 然後後面就沒有聯繫了 然後哥哥是聖誕節的時候被炸死 對 曾經小孩只有12歲 然後媽媽是在上個月的時候 癌症去世的 所以我去的時候 剛好還看著他已經 就最後一面 就接著最後一面 從2022年3月2日起 赫爾松整個城市 完全被俄軍掌控 到8月29日 烏軍反攻正式開始 歷時兩個多月的時間 經歷了無數大小規模的戰鬥 於11月12日 又正式收復赫爾松 這裡的居民 經歷了難以言說的苦難 柯毅隨當地志願者們 親眼目睹了 眾多支離破碎的家庭 主要問時候 他的姐姐去世了 兩周之前他女兒又不世了 丈夫又在前線 然後家裡面就她和公公 但是公公呢 她又過場不起 就需要照顧 家裡面沒有錢 所以大家就捐出了一下錢給她 她拿到那個錢的時候 其實就哭了 就是那個場景 我覺得 我覺得是蠻心酸的 這種家庭蠻多 她真的是蠻多 你們捐給她多少錢 給了8千隔離 就是1500左右吧 8千隔離對她來說 能夠起到多大的作用 很多 對她們來說很多 能解決很大的問題 對 很多很多 她當時除了哭以外 還有什麼樣的表達嗎 就是一直在說謝謝 大家好我是柯毅 我現在是在荷爾松這邊 這之後的時間裡 柯毅會經常前往荷爾松 根據當地的需要 將募集來的善款 買成食品 用品 藥品 等各種物資分發給當地居民 大個了 這裡是大大 它是大大 這也好 2023年6月8日 烏克蘭荷爾松地區 地孽伯河上的重要水利設施 卡霍夫卡大壩被炸斷 洪水倾斜之下流 荷爾松從了最直接遭受洪災的地方 我那天去的时候 就是10号的时候 还是11号的时候 我去的时候 那个时候水已经退了一些 在那个位置 可以看到很多 把那个树都淹到 那个树底 前天我看到的时候 那个树已经漏出来了 漏了可能三分之一 我觉得水灾对他们 最大的影响 就是水被污染 所以他们必须要去 就是买那种饮用水 当然整个饮用水 就是在超市供应市场上 可能对当地的农业 也会有影响吧 非常大 非常大 因为我们说是哈尔松 那边是产西瓜 整个乌克兰的西瓜 基本上是从哈尔松过来的 整个西瓜田的里面 西瓜全都被水浸泡过 然后全都 就是西瓜已经坏了 西瓜有可能会绝产 就今天 这全都是水 老人就说 你要不要去我家看一下 他就给我指着看 说他们家被炸 炸的地方 刚好就炸到那个院子里面去 会有个洞 他说那个洞有一笔多 就是人 就别人还高 那那洞 他就自己把这洞给填了 就是一个蛋壳 他有没有说 比如说这个炸弹下来 给我造成了多少损失 没有说 因为这个 这种情况在他那边太正常 就房屋被炸 或这个地方被炸 太正常了 他会不会处在那种环境里 其实心态上 可能 我种的东西损失了 这都不叫事 没炸着我人就挺好 我同意这个说法 他们家里面都还蛮干净的 还有好几只猫 就是蛮危险的一个家 再往下走 然后就到了这个 他家那个后院了 其实那个后院是年接地裂 薄荷的 然后那个河水 其实是涨到他们家 就他家还是比较幸运的 所以烟的时候 没有烟到他们家的那个房子里面 只是烟到那个院子的后面 今天是5月21日 这是荷尔松的一个露天的笼牙市场 现在的柯翼马上面临博士毕业 他必须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学业上 不能再和之前一样 经常去往荷尔松了 俄乌战争开始这一年多来 柯翼创作了多幅以战争为背景的美术作品 这张照片 其实我画的就是一个业界 因为你在外面的时候 你还是想着回家 越是故乡迷 就是你会觉得就是 故乡的月亮是最美 最漂亮 最圆的 因为战争开始的时候 就很多特兰人 他们都会往那个外面跑 但是从去年的7月份和8月份开始 就很多人就开始回去 不可能逃乱出来的人就说 那个是我的家 我还是要绕回去 我还是要绕试 我还是要绕试 然后我的天端 我一定会怎么回家 我才能绕试 我才能绕って